猎鹰和东宾准备抢走美队的盾牌 只因他刚才失控杀了一个人 美队则认为对方死有余辜 东宾眼看软的步行只能来硬 美队的格斗能力在军队中数一数二 况且他还注射过超级血清 一一敌二丝毫不落下风 同样是超级兵的东宾完全不是他的对手 最后被扔飞出电晕了过去 而猎鹰用钩子企图抢走美队的盾牌 在飞行器的推力之下 盾牌被甩向了远方 猎鹰准备去捡 结果被美队按在地上一顿摩擦 关键时刻 东宾将美队扑倒在地 在两人的合力围攻之下 美队持着盾牌的左手被硬生生斑断 盾牌落入了猎鹰手中 受伤的美队想抢回盾牌 但此刻他已经不是东宾的对手 最后美队彻底失去了战斗力 而盾牌也重新回到了猎鹰的手中 美队因为在公众场所杀了别国的公民 受到国会议员的审判 他即将失去美队的身份和权力 面对好友的牺牲和自己的损失 愤怒的美队在审判席上发泄着自己的怒火 而他也因此被强制退 虽然失去了盾牌 但他依然认为自己是美队 于是便开始为自己打造一个新盾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